华人工商热点新闻 大家好 今天是2月23号星期二 报税旺季 小心税务欺诈 据CNBC消息称 报税季从2月12号开始 报税旺季正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这也意味着骗子正在伺机而动 税务欺诈通常在年初 纳税人开始向国税局提交申报表的时候 开始增加 据该联邦机构称 他们也会在危机时期爆发 比如新冠病毒大流行 专家们说 今年的骗子可能比过去的时候更加活跃 这一季的延迟开始也加剧了这一情况 税务专家表示 大多数欺诈通常涉及身份盗窃 在这种情况下 犯罪分子可能会盗取你的个人信息 然后填报虚假的纳税申报单 收取你的退款 据美国国税局称 纳税人还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向犯罪分子提供了个人数据 这些犯罪分子会谎称 他们可以帮助收集刺激支票 国会的目标是在三月中旬之前 通过一项1.9万亿美元的新冠肺炎救助法案 其中包括了1400美元的刺激支票 众议院将于本周通过拜登的新冠救助法案 据CNBC消息称 美国总统拜登的1.9万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 周一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获得通过 实际上将在本周晚些时候提交众议院投票表决 由众议院议长佩洛西领导的民主党人 预计将在星期五或星期六按照党派立场通过这项议案 如果众议院通过 该法案将被送交参议院 法案中一些最重要的条款 比如15美元的最低工资可能会被削减 特斯拉股价下跌13% 今年全年均为负值 据CNBC消息称 特斯拉最近的跌势在周二加速 原因是投资者纷纷从那些雄心壮志的科技公司撤出 这家电动汽车制造商的股价一度下跌13% 创下去年9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随后收复了大部分失地 上午10点30分 华尔街股市下跌3% 特斯拉股价周一下跌8.55% 本周累计跌幅超过15% 随着周二的亏损 特斯拉在2021年转为亏损 这家汽车制造商是破坏性科技股的典型代表 投资者在疫情期间最严重的时候 青睐这种股票 去年科技股引领市场走出了由新冠肺炎引发的暴跌 然而新的刺激措施和大规模疫苗推广的前景 最近是备受打击的周期性行业 对投资者更具吸引力 比特币延续了跌市 跌破了5万美元 据CNBC消息称 周二比特币再度下跌 跌至45,041美元 周二美国财务部耶伦和特斯拉首席执行官 埃隆·马斯克就比特币最近的上涨发表了看法 耶伦称比特币效率极低 并警告称比特币未用于非法活动 上周比特币的市值首次达到1万亿美元 如今已不足9000亿美元 据CNBC数据 世界上最有价值的数字货币 在24小时内暴跌14% 在美国东部时间上午7点30分 跌破5万美元 交易价约为46,443美元 此前一度下跌16% 盆中一度跌至每盎司 45,041美元的低点 规模较小的数字代币 XRP也大幅下跌 以太坊下跌17%至1458美元 瑞波币下跌22%至44美元左右 以上是我们今天热点新闻的节目内容 很感谢您的收看 今晚7点晚间新闻 我们不见不散 再 onwards